但后来因为一些原因我们分了 后来我就认识丹丹 我非常喜欢她 在一次聚会上我碰到我以前的女朋友 她重复了她可以给我办一个画展 但是她要求我必须以她为主 进行一系列的创作 别以为我不知道她前面有什么意思 她明显就是很有心境 明显就在挑拨我们 而且我不可能让她们有机会 让她有机会的 我多好的一次机会 你想我在北京拼了这么多年 就是想能有一次让自己出头的机会 她重复不绕 我这次很气愤 我绝对不会同意让她去给她开这个画展 而且更不可能让她俩再有更多接触 一个男孩子的前女友有一天 突然出现在她的面前 告诉她会给她一个机会 现在的女友非常的担心 害怕这个男孩子 如果抓了这个机会 就会失去了她们现在的这份爱 这对青年男女已经来到我们的现场 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们 来 掌声有请 男主人公文东 28岁来自河北 他的职业是会话 女主人公单单24岁来自北京 是一位古增老师 来 有请两位 好高啊 单单八 那在现实生活里你跟她出去还穿高跟鞋吗 不穿 单单过去是暗恋文东的是吧 对 我暗恋了她四年 那你在暗恋她期间有没有谈男朋友呢 没有 没谈 就那么一直默默地守着 对 我很喜欢那种颓废的文艺小青年 颓废的文艺小青年 对 后来她跟她的前女友分手了 是吧 对 因为我当时没钱 没地位 什么都不能给她保障 因为毕竟要画画的东西很苦的 我觉得她也是不会跟我一起过苦日子 后来我们两个就分手了 这个时候你就勇敢地出现在她的面前 对她说我爱你四年了 那个你做我的男朋友吧 是吧 她没有 我一直是默默关心她那种的 然后她那个时候特别颓废 在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 我就自己去卖一些商品画什么的 我觉得可以养活自己 然后就那段时间 我就天天扎在画室里画 当时那会儿的画一张都没有卖出去 她会在画室里一大好几号 所以那个时间就都是她来养活 所有她的生活上的事 洗衣服 买饭 然后包括她在北京 一个人租北京的地下室 她都付不起房租 都让我给她付 你管房租 你管饭 你还管洗衣服 对 一直都是我 那个时候你们俩的关系是 朋友 普通朋友 朋友 普通的朋友 非常普通的朋友 三个月以后 我觉得我已经爱上她了 然后我跟她说 我说那请你吃根冰棍 做我女朋友吧 然后你当时说什么呀 说好 因为我当时只能买得起一根光棍 接下来就出现了小片里面说的这一幕了 她的前女友现在出现在你们的生活里了 是要承诺给她办一个画展 对吧 主要是她提的条件让人很不可理喻 她的条件是 要给她画画 用她的人体画去画一组画 然后用这一组画去做主题 然后做一个展览 做模特很正常吗 但是她毕竟是她的前女友啊 而且这很明显 她前女友就是故意的 她把她从我身边抢走 你觉得我会喜欢上她吗 你觉得当初离我 离开我的人 我会再去回去去找她去吗 来来来 我们先看一下文东画的是什么样的东西 大家有一个了解 要不然他们俩吵得你们都莫名其妙 来看一下 像她画这些你不会有意见 如果她开一个画展的话 不画她的前女友 画其他的年轻模特 我当然同意了 这没问题是吗 不能画别人不同意 不是你的画展吗 我的画展 但是是她去帮我联系策展人 帮我联系展厅 然后他们去帮我联系这些人 我先请教一个问题 因为绘画我不懂 我们看一个画的好坏 是看这个绘画师的技术 还是说要看那个模特 看这个这张画传达出来的感情 它跟模特有很大的关系吗 我也不太懂 基本没有 那为什么她非要让你画她呢 我不知道 所以啊 我不知道 她让我画她 你不知道吗 她明显就是在 我为了帮这次展我就画呗 那我为什么不能画呀 不是那 而且你为什么不想想当时 为什么她要离开你 她现在又为什么回来 单单你给分析分析 当时她什么都没有啊 现在她在她的行业里边 也是就稍微出了点头吧 嗯 也是我们一起共同努力 慢慢走过这两年 就文东现在有点小有名气了 对 没有 就是有人开始看了 可以招来人看了 那就慢慢来得急什么呀 对啊 我非常想 我想去做这样的一个展 然后想要有一个自己规模比较大的 然后一个个展 让更多的人去认识我的话 你太着急了 我就是着急 你就是一个试验心太重的人 我着 我着急 我肯定着急 咱们这样吧 我们采访到了你的前女友 听听采访 来 就是上次机会嘛 就遇到她 她感觉现在发展的不太好 我正好在这方面 认识一些不错的人 我就想能帮她就帮你讲 因为你讲我也是 做她的模特儿的嘛 我们俩都配合的那种默契都非常好 我觉得 如果现在还有一次这样的机会 就以我做模特儿挺好的 而且我觉得对 现在可能 不太年轻 我想能现在 我相信她能够 画得还没很高 那现在 您对她还有没有感情 怎么说呢 当年赞许 那么多年的 而且 都是被超过来的人 那种赞训的那种感觉 可能 现在遇到的人 都不一样的 但是 这个事情 确实不好说 反正 我只能说 走一步看一步嘛 什么叫走一步看一步 她这话说得很 很有活口 你放心 我肯定不会跟她在一起 文东 我问个问题 是不是离开了她你就做不了展 对 为什么呢 因为像我们这样 毕业没几年 然后就开始在外边自己瞎混瞎飘的人 想找到这样的一个机会 就一辈子基本上等于没有 但是我们可以共同努力啊 你帮我怎么努力啊 我可以去打更乐工赚更多钱 你认识策展人吗 你认识一些大师吗 我可以试着去认识啊 你怎么认识啊 你那前女友可以做到这一点是吧 她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 听明白了 你爱她吗 那现在你能为她 不画这画了吗 不能 什么 不能 不能 为了她别画画 就是说 她把画画比看她的命还重要 我明白了 我听懂了 下面怎么办呢 难题就留给我们的评委老师们了 来一起进入丘比特本卷 苏老师啊 这样你男朋友你同意他去吗 不同意也得同意 丹丹刚才一直在强调说 这个孤男寡女 以前都是谈过恋爱的 对啊 这要是赤身裸体 躺在她面前的话 这能受得了吗 对啊 但是我要告诉你丹丹 如果那个女孩子 真的是来蓄意破坏你们的话 你觉得不画画 她就有可能不出现在她面前吗 她的目的还是在创造机会 如果这个男人目前 她的心在你那儿 我认为是不怕机会的 但是怕的是什么呢 你这边一个劲地打压她的梦想 那边呢一个劲地鼓励她的梦想 而这个小伙子梦想至上 你觉得作为他站在中间 他会选择谁 如果说作为一个男人 他就是要追求他这个梦想 我劝你千万不要做 堵拦他梦想的一个罪人 如果你不让他办这场画展 他会更快地离开你 感情有些时候就是一场博弈 你进一步他就退一步 你退一步他往往就进一步 姑娘你现在的确是两难 如果你不同意 他会恨你的 他会埋怨你 会抱怨你 你要知道一个话 我已经感动过他一次了 我相信 当初是你暗恋他四年啊 姑娘啊 别忘了 不是他暗恋你啊 如果你不肯放弃这个男朋友 你现在又阻止不了他 但是我爱他呀 对啊 你爱他 人家你阻止不了他 你现在不同意 你爱我 你就让我去画呗 如果你爱他 你就同意 你说好你去 如果他最后背叛你 不是你的错误 他要背叛你是迟早要背叛你 我要说轻一点 我不会去跟我的前女友 去扯什么关系 在一最艰苦的时候 你的前女友离开了你 从此单单进入了你的生活 不离不弃 知识你 难道这样的一份情谊 比不上一次画展吗 他对我的情谊 面对一个曾经抛弃过自己的女人 就这样甘愿被他招之机来 挥之机去吗 就即使画展成功了 你出名投地了 没有真爱的你人在身边 你快乐吗 所以我希望他在我身边 他支持我 听我说完 一个虚荣 功利世俗的男人 永远创作不出一幅伟大的作品 你刚才说 真正的好的作品 所传达出来的是 你所表达的情感 那么如果 在画展上 你所表现出来的作品 我们能看到什么呢 只能看到对于成功的渴望 和无所不用其事 并看不到真实的感情 这样也是一个画 对于成功的渴望 我非常可以 对了诗意 失去了爱情和幸福 你要他干嘛使啊 不是我现在说的是 我需要这个章 我必须办这个章 但是你是要了这个 你就会失去爱情 你现在做选择嘛 可以 你可以选择你的画展 没关系 你今天就放弃他了 你就不要害怕了 我不愿意放弃他 是啊 你这个又要 那个又要 那你何曾考虑过 他要什么呢 如果爱情生活当中 总是一方说我要什么 你就得给什么 那还谈什么恋爱嘛 听起来好像很对立 对吧 其实能找到一个 更和谐的一种方式 换一个角度 想可以把它变成一场赌局 去赌一次 赌你跟这个男人 两年的情感 到底有多少 你知道吗 我爱了他六年 我知道 大家你有没有想过 就是说我们换一个角度 如果你们俩就没有开始 如果你现在不是他的女友 他有这么一个机会 你会给他吗 不认识你的花啊 懂花啊 靠一个模特找来了一帮 你就是太着急 名画家参加了你的画展 这样就会有人去看啊 这样就会有人去看啊 你不愿意 我们共同努力去 奋斗吗 他怕你太累了 你换个角度想 接下来我们听听 这个朋友们有什么看法 一起进入旁观者庆 谁的朋友 东哥哥哥哥哥啊 对 其实东子从小就喜欢这个画画 因为家里关系吧 确实家里挺困难的 公布他这么一个 可以说在我们家庭 家族里来说啊 公布他这么一个学生是 唯一有出意的这么一个人吧 对于家里的一些老人吧 以他为骄傲 我们可以让事业跟爱情双赢 可以吗 丹丹 我害怕失去他 当初能在他对人生最低谷的时候 能把他给拽起来 那么现在我想你也可以 你是他什么哥 唐哥 如果这是我唐妹的话 我就会跟他说 如果他们一家人都这样 妹妹咱回家吧 无关的人我就说一句话 与其你在这纠缠 为未来看不清楚的事纠缠 不如给双方都一个机会 给他一个机会 让他实现梦想 也给自己一个机会 考验一下你们的爱情 我看就算了 当然那个图老师 有一句话说的特好 时间是不可逆的 一笔画下去也是不可逆的 想清楚 最后问一个问题 人也都来了 一点反响都没有 怎么办 继续画我的画 我不会在乎那个评价 我不会在乎那个评价 又说假画 不在乎评价 非要开画展 你看你也好 很多人认识 直到他们承认为止 有些画家一辈子别人 也没承认他的画 他去世了 却那些画都成为了 人类艺术的经典 你们是学艺术的 你们更懂 艺术的生命是什么 你们比我更了解 来 一起听 黄金六十秒 我是想 想让你回去 跟我去帮我 帮我继续完成 我的这个画面 我当时我画了一个 戒指 我想把我这个册子送给您 这是我 我最近的 一些生活上的 一些记录吧 还有就是 咱们俩吵架 然后到现在的一些记录 我会去跟 我去跟 跟麦子团 我会跟他说 我能不能不坏他 他不同意的话 我 我 我不忘了 我 这咱我不忘了 咱们回家继续拼着 不得我 没有了 当天的热水 看得满着表明的 看过 我 文东 从 一开始到现在 你知道我一直都很支持你 我爱了你这么久 我真的不想让你从我身边走掉 因为那个女人 是我害怕了 但是你刚才说的话 我很感动 这样我们 我们 我们共同努力 然后我出去 除了每天在班的时间 我去做小活 单独交 赚好多好多钱 然后我们一起办画展 好不好 我自己弄 自己办 起光吧 这里的故事你是否还记得 真不办了 不办 真不办了 他答应我 不怕他 我就办 不答应我 就不办 回去吧 回到专门里 好好考虑考虑去吧 来 请关门 苏老师我突然觉得你说的特别有道理 如果是这样的话 已经影响到感情了 还不如让他去办 再看一看 是个试金石吗 你们觉得这样一段情感 你们看好吗 拿起你们手里的表决器 请表决 现场有82.76%的观众朋友 觉得他们应该订婚走在一起 可能看到了他们之间的恶爱 至少是文东后来的那一段表白 感动了很多人 他们自己最终的抉择又是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数五个数 来一起来 5 4 3 2 1 请开门 我想你应该放心的 给他空间 最后让他自由的去选择 而不是在你的压迫之下 接下来我们和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一起来见证这个神圣的时刻 我们一起来见证这个神圣的时刻 感觉好吗 感觉好吗两位 非常很轻松 当你一天卖出十尺 每尺卖一千克黄金 那种兴奋 愿不及刚才那一个瞬间 因为所谓的名利啊 背多以后还是累 有一个相爱的人守在身边 我觉得就是幸福 何愁不成功呢 祝俩那位幸福秦辉